大家好,在这期视频当中,您将学到最高可达128核CPU及320GB内存硬件级别的免费英特尔开发云2023年最新使用教程 我是老罗,大学生们喜欢叫我罗叔 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及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各位在2023年打造崭新的数字生活 数字生活,关注老罗,大学生们总爱私信 老罗说,罗叔,我刚知道你的频道,错过很多精彩怎么办? 那觉得好,请点个赞,觉得可以,订阅一下并打开小铃铛后继续看 此时推送小铃铛,新视频一出,立马把你来召唤 好,我们今天的视频教程是讲2023年最新英特尔开发云 免费使用教程的,分为4个部分 首先是材料准备部分 然后是流程概述部分 接着是过程演示部分 最后是本期重点回顾部分 2023年最新英特尔开发云免费使用教程的准备材料 其实比较简单啊 首先,要任意网络都可以 因为英特尔在世界各地,它都有它的这个网络连接 第二个要邮箱 这个邮箱是你用来申请这个英特尔云的这个账户的 第三个呢,你要有一个Github的账号 这个Github呢,是来构建自己唯一的Dogfa文件的 这里不大建议Fork 还是自己建一个文件比较好 因为英特尔云比较敏感 第四个就是Dog代码 要构建这个Dogfa的这个代码呢 老罗叔叔我会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中的 大家可以复制,然后粘贴到自己的这个Github中 来创建自己的Dogfa文件 第五个就是耐心 在搭建过程中啊,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也有可能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啊 所以讲这个对免费资源的使用来说啊 这个耐心很重要 有心提示一下啊,网络任何的免费资源 的注册都有其时效性 在使用上有其局限性 更不能保证如同收费资源的流畅性和舒适度 我们在此仅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 如果要完全满意 请购买收费资源 对于本频道,所有的视频 我们根据时效性会在视频下方创建一个置顶评论 来及时更新内容发展变化的情况 请大家及时关注视频下方的制定评论 好,2023最新英特尔开发云免费资源较成较的 整个的视频的一个流程的概述是这样的 首先要登录你的GitHub 那你必须要有个GitHub的账户 然后呢,在你的GitHub上创建一个项目 把视频下方在这个代码copy进去 生成一个你的项目的一个链接 然后呢就注册你的英特尔云账号了 最好是使用这个新的英特尔云的账号 如果你之前注册过呢 最好还是用新的邮箱注册一遍 因为英特尔是搞人工智能的 对这些大数据啊 这些东西是比较敏感的 你之前注册过的话 他有可能会把你屏蔽掉或者怎么样 然后第四个部分呢 就是创建英特尔的云主机 那之前你的Github已经创建了一个 这个项目 然后利用这个链接呢 其实就是在英特尔云中 就可以创建这个远程的云主机了 最后一个就是配置这个英特尔云的主机端口 因为我们这个教程是基于这个浏览器版的远程桌面的 所以呢 要配置这个英特尔云 远程端口 要必须在这个英特尔云主机的后台项目中啊 通过这个设置的标签 配置 入口的端口号为8900 以及呢 打开下面小开关后 就保存设置了 之后再生成好这个云主机之后会生成一个链接 这个我们通过这个URL啊 在这个浏览器里边 就可以直接访问你的英特尔云主机了 至此呢 你就可以对英特尔云主机进行很多自己喜欢的实现操作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啊 我们先新注册了一个邮箱 然后用这个邮箱 就建立了一个Github新的Github 我们现在新创建个项目叫free啊 然后把这个代码靠币进去 写个名叫doc发 在这个free的下面 好 我们点开free看一下啊 code下面的这个链接已经出来了 之后我们就要需要拿这个链接来进行使用 好 好我们现在需要注册一个英特尔云的账号 给你注册 还是用这个邮箱 我们都是新建的啊 因为这个英特尔云比较敏感 动不动就要把你 给禁用了 好这里是密码 好去邮箱验证 六位数字好点进去看一下 好有了 点进去 点击创建账号 好随便写 下一波 好往下拉我接受 随便订阅吧 点击提交 好点击这个马上开始这个链接 就给你访问权限了啊 这边还转一会 我这都是快进的啊 时期没这么快 好 到这一页 点击for the edge 往下拉 可以看到这里一个get start 就容器啊 redhead open shift 这里好我们点击进来之后 我们看右上角 把这个get hub的链接点击复制 然后 点击右上角的这个import 一个resource 好 不是进来 随便起个名字啊 好 然后在下面 Dogfa 路径这边 就copy一下Dogfa copy进去 点build 过程比较长啊 这里是快进的 先从new的building 然后要有一会 才能部署好 其实我们是利用这个英特尔 开发云的这个容器来 行部署的 好ready了啊 ready之后我们要 进mylibrary下面的resource 看一下 我们要给他asign一下一个项目名 随便起一个名称 把resource assign到项目上去 好 再点这个项目project projects里边 我们就看这个setting啊 这个setting里面要配置端口 大家注意一下 8900 敲回车 下面这个小开关蓝颜色点开 上面个小绿钩好点save configuration 好了 基本上就配置好了点launch 启动 这里就是最精彩了各种cpu可以选 这里是 64个cpu的320G内存的 其实会显示128核 这里还i7的 各种各样 多少核的多少内存的i9的也有 好 你看i3的也有两核的 i5 atom的也有 是吧 这个n series的都有 我们还是比较节制一点吧 你们想要128 数格子的就就够这个 然后点一下这个 launch 128核的 380gb的 就有了 我这边 罗书这边还是 选个i3的 两核16G 浅仓 则指 审得被英特尔 识别成什么这样那样的 好 这里再部署了 是快进啊 好 你再跑了啊 碰到这个就可以点这个output 这边有个链接 点击一下好 进入这个页面点vnc 点html 进来了 我们其实是部署了一个low no vnc 输入密码 好 进来了啊 点开浏览器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上传下载速度 fast.com 下载大概一个G左右吧 上传大概有个 500兆吧 大致上是这样的 还是挺快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ip地址 他的隐藏功能看看 在美国的啊 现在要来看一下 原线啊 是不是有 是不是看看有多少核 啊 cpu 他的配置状况 我是选4核16G的啊 他里边就真正的就是真正4核16G了 没虚标啊 分配给你多少就是多少 好 我们来看看128核的 状态 这是数方格数格子眼睛都数中了啊 这是最大的那个320G的内存 在在这里了就是这个最大的这个 这个主机的标准 劝大家还是这个潜藏则止啊 然后选那么大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这里是警号啊 我们有这个root的权限了 好看一下 YMI root 好 我们想起来这个 Chat GPT 能不能访问 试一下 signup 注册一下 可以啊 完全没有问题 是一个很好的主机了 好 大家 又来到了这个本期的重点回顾 首先啊 这个回顾一下啊 需要这个 一个新的邮箱 注册英特尔云的账号 然后呢 需要一个Github 创建新的项目 这就讲到为什么不用fork 英特尔云 他的这个人工智能比较厉害 如果大家fork这个项目比较多的话 有可能 会被他探测到 他又会认为这个是一个恶意的使用 他的这个英特尔开发云 第2个就是在英特尔云中配置这个云主机 记得 这个端口号一定要生成啊 8900要填进去 然后敲回车 最后把下面的小开关打开 然后再是保存 这样 才可以使用 否则会出现一些 网络连接不了啊 或者是什么502呀 NGX什么无法访问呀 这种状况发生 好本期视频其实是通过这个url 通过我们的浏览器 对 英特尔云的远程主机进行访问的 所以这里就不需要RDP了 就这里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 使用资源的时候稍微节制一点 有些比较大的资源 其实我们用不到的话 也不要 给他生成 比如讲这个 128核的CPU 320基内存的这种主机 用的用量太大的话 有可能被英特尔 鉴别为滥用他的资源 会把你的账户关闭掉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些 好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